1964年,首批J-6战斗机将副部队服役,凭借着1.36马赫的速度,中国空军从此进入超约速时代,作为解放军空军以及海军航空兵,最为熟悉的武器装备, J-6直到1983年才停产,总产量达到5205架,是目前为止数量最多,服役最久,当然也是战过最辉煌的国产战斗机,在当时,J-6的原型米格19算得上是一种性能不错的轻型战斗机,但米格19对于苏联以及其他华约国家而言,只能算作是一个过渡产品,其本这基本就是一架双发动机, 后略一版本的米格17,就连米高阳设计局自己都承认,这种飞机是过渡产品,我们真正的杰作是那个三角翼,因而很快被这个三角翼,及米格21所取代,但米格19,也就是J-6这种性能,在当时也并不算先进的战斗机却在中国大放异彩, 事实上,可以说在整个六七十年代期间,中国的领空都是由J-6在职守,为什么呢? 米格15、J-5等战斗机产量虽然也不少,但均属于洛武的要因素战斗机,根本追不上势头正式的超因素战斗机, 而尖7虽然先进,产能却又严重不足,因此,尖6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都是解放军航空兵扛大量般的存在,尖6虽然谈不上有多先进,但绝对算得上一款性能优异的战机, 它的机身小巧,外表光滑,没有会造成多余阻力的外挂,因而爬身加速好,灵活性极佳,同时还配备了三门口径,在23到30毫米的大口径航炮,在航炮狗斗的年代,简直是尖狐无敌般的存在,值得一迭的是,尖6早期型号,曾被称作59式,看来,较致命的武器都不是煽潮啊,尖6战系辉煌,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土防空战当中,尖越总共击落机伤过的26架美制战机,除了同级别的F100、A3、A6等战机以外,还包括性能远超自己的F104星以及F4鬼怪等至今仍在某些国家湖地区服役的战机,而自身却从未损失过一架,越南战争期间, 美军一架F4和一架F100从越南北部越过五国领空,中国空军当即派出两架尖6前去截击,在交涉无用后,尖6飞行员接到可以动武的授权,仅仅过去三分钟,两架越界战机便被撕成碎片,仅仅在1972年5月到7月这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,尖6就击落过7架F4, 此后,美军特别向飞行员叮嘱,在越南北部执行任务一定要小心,千万不要越界,否则地狱使者会在几十秒内让你再也飞不回来,想来一旦大注冲了美国飞行员,竟然被落后的尖6吓成这样,可见尖6有多大威力,同时,尖6还广泛出口到越南, 巴基斯坦等国,也许被顾不错的战绩,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看,尖6还影响到了美军战机的设计思路,在越南战场上吃到尖6的苦头之后,美国人不得已从某个购买,或尖6的国家借了一架拿回去研究,发现这种神秘战机设计十分精巧,难怪把傻大笨的F4玩得团团转, 从此,美国人飞机开始转向追求大推力精巧设计,F15原型机当中最笨重的设计方案被否决,而F16这种精巧战机,则被认为是最优秀的设计,虽然说尖6其实是可以发射导弹的,但更多时候,航炮才是它的主要武器,这也是尖6比较遗憾的一点,由于机体太小,尖6只能携带两枚导弹, 而且还必须同时发射,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导弹精度还不够,往往只能打空架机这类比较不重的目标,为了保证击中,需要两枚一起发射,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监约自身限制,也是小型飞机的通病, 纳会也没有飞控系统自动配平,所以如果去发射一米导弹的话,就会让另一边增加不平衡灾害,影响正常飞行乃至战斗, 监约曾为保败我国领空而立下过哈马功劳,但终究还是过于老旧,2010年6月12日,监约正式退役,让我们向他致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